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骨质疏松是一种常见的骨骼疾病 它会使骨骼变得脆弱易碎,增加骨折的风险 饮食在预防骨质疏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因为食物中的营养素可以帮助身体吸收 和利用钙和其他关键矿物质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几种能预防骨质疏松的食物 坚持适量吃,对整体健康和骨质健康非常有好处 1.鱼皮 鱼皮是一种含有丰富胶原蛋白和钙的食材 它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 胶原蛋白是一种解体组织蛋白质 是构成骨骼、软骨、肌肉、皮肤等组织的重要成分 钙则是构成骨骼的主要矿物质 对于骨骼健康非常重要 鱼皮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和钙 可以帮助增强骨骼的结构和稳定性 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 同时鱼皮中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成分 如维生素D和鎂等 也有助于促进骨骼健康 因此适量食用鱼皮 可以有效预防骨质疏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鱼皮中含有一定的胆固醇和钠 因此在食用时应该注意适量 以免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二、大豆 大豆对骨质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含有丰富的益黄酮和大豆蛋白 这些成分可以帮助预防骨质疏松症 益黄酮是一种植物 雌激素 可以模拟雌激素的作用 有助于防止骨量丢失 同时还能促进钙质层肌 增强骨密度 大豆蛋白含有多种氨基酸 其中一些是人体无法自己合成的 必须氨基酸 能够促进骨细胞的生长和修复 提高骨密度 因此适量食用大豆制品 是对骨质健康有益的 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中适量添加豆制品 如豆腐、豆浆、豆腐肝等 来保持骨质健康 3.酸奶 酸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和促进骨骼健康 酸奶含有丰富的钙和维生素D 这两种营养素对于骨骼健康非常重要 钙是骨骼的主要组成部分 维生素D则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 骨质疏松症是由于骨骼失去钙质和其他矿物质 而变得脆弱和易碎 因此增加饮用 酸奶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 注意最好选择无糖或低糖酸奶 因为市场上很多酸奶都添加了大量糖分 长期食用这种高糖分的酸奶 容易导致血糖飙高 会引来糖尿病等疾病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